好 镜头那你来看到花莲南区 台湾湘盟是台湾唯一的原生种湘盟 不过近几年山里部落开始种植 以自产自销为主 那么9月份呢是进入了采收期 而一大早山里部落的青龙邱志雄 就带着部落的青年上山来采收 并且表示目前着西乡种植的面积不到两甲 销售也都是靠自己 虽然有些辛苦 但是他说非常值得 香萌是很健康的水果 希望推广香萌 让香萌也能够成为浊西乡的特色农作 怎么会有这么小颗的柠檬 难道是荆棘吗 原来是香萌 浊西乡山里部落在地青龙 介绍香萌的外观 生长的过程 采加方式 食用方式以及烹调方式 我们这非常简单 采收完就带回去 因为我们没有器材设备 因为我们是白手起家的 所以说没有器材设备 往往前前都是用人工清洗 清洗完之后 稍微就晾一下干 就进行炸 炸完之后过滤 就灌到瓶子里面 只送到冰箱了 这里是浊西乡山里部落的香萌园 是在地青龙邱志雄五年前开始种植 九月份开始采收 带着部落青年来采收 采收完洗干净之后 就可以炸成菌 接着继续过滤之后 就可以冰冷冻来保存 我自己本身种的就一甲半 一甲可以种400多棵 然后这里就有 我一个人在种而已 可是我也有借人家的地 就是带根这样 目前浊西乡 种植面积不大 只有山里部落 轮天部落有种植 自产自销 迈入第五年的邱志雄说 因为香萌照顾 采收程序都不麻烦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农友 加入种植香萌的行列 然后佐伯是因为 当初南区 本来他没有看好香萌这一块 他们把一般的香萌都砍收了 他只留一般的部分 结果我去 两年前我去跟古文明聊天之后 他说我们这边有商户人在做香萌 所以我就跟他们接洽 我说我蠢收购 你们不要采我收购 他们面积不大 就一两分而已 台湾香萌 具浓郁香气以及酸味 已经被证实 维生素C含量高 并且富含川橙皮素 以及橘皮素等多甲 氧基黄酮类 是对人体有益的机能性成分 现在已经有农民 大量种植台湾香萌 透过台湾香萌系列产品的 应用开发 行销通路的扩展推广 甚至未来在生产技术 以及品种上的改良 台湾香萌 渴望成为台湾柑橘类的明日之行 记者高双双 曾林泰 卓西乡采访报导 点赞 折瓷 有化 按赞 折瓷